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3年的9月2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回看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 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经济接下来只能是大萧条的命运了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 我们看一下改开后经济是怎么走过来的 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大家都知道改开前是一个物资极其匮乏的阶段 那时候什么都缺,缺吃的,缺穿的 改开之后就是基本生活补课阶段 先满足吃的,穿的 吃饱穿暖之后,人们开始买三大件 就是采电,冰箱,洗衣机为主的阶段 这三大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又一轮发展 但到90年代末的时候,三大件买的差不多了 又没有经济增长点了 消费疲软,内需不足 这些词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就是90年代末,东西卖不出去了 于是开始有了商品房改革 要自己买房,教育自己花钱,医疗自己花钱 就是人们说的三座大山 用着医疗,教育,商品房这三个需求带动了中国经济 进入了一个增长更快的时期 买房子都买车吧 房子汽车时代来临 中国这一段的经济发展是最快的时期 基本上都是两位数的增长 现在房子汽车已经到头 房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已经过剩 平均买家两套房,出生率还大幅暴跌 不知日后这么多房子卖给谁去?养猪 汽车去年产销量是2700多万辆 天花板大约就是3000万辆 这一次意味着大规模集中消费 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别的国家用10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个路 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 房子汽车之后的高潮是什么? 现在中国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过去持续了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这意味着中国像过去那样 每一个阶段都有占到整个经济很大一部分的 主导产业不会再有了 不是说所有的产业都死绝 但是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主导产业没有了 还有就是中国在几十年的经济腾飞过程中 一直不间断的 就是中国因为自己的产业的优势 一直为美欧等国提供中低端商品 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世界格局 虽然也有矛盾也有冲突 但总体来说斗而不破 谁也不至于掀桌子 原因一是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 二是欧洲美国对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庞大消费市场的依赖 三是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 甚至金融经济的依赖 四也是最主要的美欧对中国制造的中低端产品的依赖 原来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这种依赖的基础上 谁也离不开谁 但是现在就是拆解这种依赖 就是俗话说的脱钩 欧洲主要是得法益 离了俄罗斯的能源也没怎么样 照样活得好好的 中国中产没钱了 美欧也不再在乎中国的市场 至于全球最大最全的 全产业来优势的中国制造 低端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美欧大的超市里 见不到多少中国制造了 取而代之的是新西兰 印度 越南 墨西哥制造的 打个比方说 组装一个打火机 假如需要25个零驾 原来在半小时车程范围内 这些零驾都能找得到 这是非常好的产业集群优势 成本会很低 如果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只能找到五个零驾 虽然别的条件都很好 税收等各方面都不错 但是现在附近只能找到五个零驾 剩下十几个零驾 不知道到哪去找 或者路程很远 成本很明显 增高很多 很多企业就不愿意搬迁 就为了产业集群优势 这是在零界点之前 但假如说25个零驾的话 已经能找到20来个 剩下的再稍微多花点钱 也能找到 人家的政策环境还比你好 那就说明已经过了这个零界点 这个企业往哪搬就很明显了 现在国外企业的口气越来越硬 就因为他们发现 不像原来想的那样 一离开中国就活不了 所以产业外迁越来越快 另外以前那个时代 构建一个供应链体系 可能需要30年的时间 互联网时代 构建一个供应链体系 可能也就是5到8年的时间 弄个厂房 安装流水线 雇佣一些年轻人 跨国公司 甚至我们的民营企业 都有成熟的人力资源 和管理经验 移过去 一两年就搞定 在疫情之前 口罩也好 呼吸机也好 西方国家都需要中国制造的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生产 这东西的生产线了 极度依赖中国 但也正因为疫情 让西方看清了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于是加快在其他国家建生产线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现在这个速度越来越快了 在整个脱钩的过程中 西方国家会面临供给的问题 而中国面临的是需求问题 西方国家面临的供给问题 可以通过在印度 越南 墨西哥 东欧等国建产业链解决 而中国面临的需求问题 可解决不了 因为之前彩电 冰箱 洗衣机 房子 车子 这些能带动经济增长的 这些消费 老百姓全都有了 中国的产能 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 举个例子 中国生产 最多一年能生产 106亿双鞋子 世界上平均起来 一个人一年两双鞋 那也就是说 世界上70几亿人口 需要的就是150亿双鞋 中国人需要多少 一年需要也才20多亿双 所以剩下的100多亿双鞋 卖给谁去 以前卖给欧美 现在欧美从其他国家买 不从中国买了 所有中国的产能 都是为全世界准备的 现在全世界 不要中国的商品了 未来的若干年 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 所以中国面临的 不是短期的经济收缩 而是长期的经济大萧条 那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 说说共产党要把新加坡拿下的 第一个人 最核心的是什么 共产党的疯狂 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我昨天说出新加坡以后 很多美国朋友 包括今天早上六点钟 他说Miles 新加坡这件事情 我们早有说耳闻 但是不相信 他说李显龙没有半点这种感觉 他有危机感 是来自他内部的 但是说共产党要拿下新加坡 他没有这种危机感 我说李显龙不是李光耀 李光耀活着的时候 是一再提醒家人的 包括这个国家 但李显龙跟他爹的级别 实在差距太大 这个问题会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新加坡几乎所有的码头 也就是集装箱业务 基本上是和上海 还有在深圳 还有在珠海蛇口等地 香港这是一个绝对竞争 过去新加坡几乎是垄断 后来由于在上海 搞了几个大的码头 又大力的发展香港 又发展珠海 扶持李嘉诚 李嘉诚的所有的码头集装箱 就是江甲的 就是上海帮的 如果说新加坡没有了自己 马六甲海峡 和在亚洲 新加坡湾 建港湾 整个集装箱码头的 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业务 新加坡几乎是废坡了 就不叫新加坡了 在这种情况下 新加坡是没办法的 它是依靠共产党的 依靠所谓共产党绑架着大陆人的 对新加坡下手已经不是在今天 最早在2006年 也就是习到北京后 已经开始讨论了 从习王政府一直到现在 从来没有停过 对新加坡过去的构想 竞争到影响 最后变成一个实质上的计划 13579就包括拿下东南亚 拿下新加坡 要把后里的时代 新加坡变成一个共产党控制的新加坡 美国人有感觉他没有彻底相信 但是现在已经在行动中了 2025你会看到在新加坡 共产党的影子不会再躲躲藏藏 也不会再穿着香格里拉牌的衣裳 在大街上晃的 到那时候你会看到 共产党晃着膀子在大街上走 甚至到新加坡抓人 跟今天到香港抓人是一样的 然后也会在新加坡掏钢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